吳子為什麼你最近都沒有胡滿海開的視頻 嗯? 我最近沒有拍胡滿海開嗎? 我上個星期有拍 上上個星期有拍 上上上個星期也有拍 過去18支影片有6支影片是胡滿海開 比喻高達1分之1 所以我應該是還拍的蠻勤的吧 阿!我知道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我最近的胡滿海開 都不太像以前的胡滿海開 都是買現成的東西來開箱玩就沒事了 不像以前可能還會幫他拿去做個改裝啊 做個什麼之類的 那如果你是這個意思的話 我確實也是百口莫辯啦 因為我最近開箱的東西好像 確實都 比較普通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箱一個非常厲害的東西吧 有見面的各位我是胡志 哈哈哈哈 各位看標題就知道 我今天來開箱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 警用鎮暴盾牌啊 那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看看 我們人民保母所使用的警用鎮暴盾牌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嗎? 開箱 這兩個字都還印在上面沒有拿掉耶 不過這樣我開箱真的沒有問題嗎? 我會不會就被他們插水錶之類的 應該是不會吧 因為我有跟那個賣我的確認過 他說這種盾牌其實民間一般單位 是可以合法持有的 所以應該沒事吧? 我覺得有點害怕 我打電話問一下好了 喂你好 不好意思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現在網路上有一個人說 他有在賣那個 派出所是不是 好麻煩你 好謝謝謝謝 喂你好我想要請問一件事情 就是我之前在網路上 OK好謝謝喔謝謝 辛苦你們了 謝謝拜拜 OK確認完了 啊這個東西 確實一般民眾可以合法持有 拍這個開箱影片是沒問題的 只要把這警察這兩個字蓋掉 然後不要穿成警察的樣子 拿這張盾牌去外面 假裝自己是警察 然後真的去跟人家取締 還是去那邊證報幹什麼的 基本上是不會有問題 所以呢我們先簡單 帶你們看一下這面盾牌 然後等一下我就拿噴漆 把這警察這兩個字給他噴掉 OK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盾面 喔各位可以看到這張盾牌 使用的次數 應該是不多啊 只有這裡有一點點小摩擦 然後其他基本上 都是還蠻漂亮的 不曉得這個是什麼材質 它聽起來好像有點 嗯 不知道耶 這種盾牌一般是什麼材質 有知道的觀眾可以在底下跟我說一下嗎 那我們來看到這邊 旁邊這裡有用橡膠做修飾 不過因為這張盾牌已經很老了 所以這個橡膠基本上都已經脫落了 OK我們來看一下背面 背面這邊有製造的那個標籤耶 86年10月 天啊 這張盾牌是在我六歲的時候製造出來的 難怪旁邊那些膠都已經脫落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那後面這些 後面這邊手應該是這樣子伸進去 然後這樣子拿著的 然後這條袋子應該是可以讓我們這樣子 這樣子背在後面的 唉唷 欸好方便喔 欸有這個袋子超級方便的耶 我要去幫我們目睹上做一個 OK 那簡單的開完箱了之後 我們現在要先來把警察這兩個字給它噴掉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對這張盾牌進行一些比較暴力的測試 所以我們先把這兩個字噴掉 免得有損我們保存的權威 這樣子就沒問題了吧 欸不過這樣子看起來好像 好像 哪一個國家的圖灰 河南嗎還是哪裡我查一下 不要最後雖然沒有冒犯到我們警察 但是冒犯了別的一整國家的人 OK 確認完 是有幾個國家的國灰是這樣子藍掰藍的 但是它們中間它都還有一些圖案 所以這樣子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吧 好那我們就立刻來測試一下 這張警用鎮暴盾牌的效果到底如何吧 OK 設置完成 那接下來我們就用我手邊現有的道具 一個一個來測試這張警用鎮暴盾牌 到底可以耐到什麼程度 首先呢 1號挑戰者是這個 灰 竹棍 這個是我之前做很多東西留下來的這一小段 這拿起來挺正熟的 所以就留著了 沒想到會用在這裡 那為了避免等它打下去聲音太大 或者是噴出什麼色血刺到眼睛 該做的保護措施還是要做好 好 一切準備就緒來吧 挑戰者1號竹棒DS緊用鎮暴盾牌 一般竹棒好像不會用雙手拿 一般我用單手拿 來 3 2 1 好痛 好痛 那個竹棒打下去整個裂開 然後我被這個夾到 超級痛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可以說是盾牌完勝 這整隻竹子都裂開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盾牌上面 這好像是竹子打上去的時候 把那個漆刮掉的痕跡 這個應該不算傷害吧 OK 所以呢 第一回合竹棍DS緊用盾牌 緊用盾牌大獲全勝 好 那接下來第二回合也一樣是棍棒 不過不是阻止那種空心的東西 而是紮紮實實的木棍 其實我本來是想要球棒的 但是後來覺得球棒應該沒有這種木棍來兼顧 這是人家用來做那個十字鎬的餅 就是因為我之前想要自己做一把木鎬 所以弄了一個這個來 好 不過真的不是重點 這個以後再來做 好啦 總之第二回合呢 磁心木棒對決鎮暴盾牌 好 現在帶個打擊手套 好 來 準備 3 2 1 就算戴著手套 感覺手還是超正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正爆盾牌上面 欸 這個 這個好像是裡面的那個井 欸 原來這是可以摳掉的喔 那我剛剛就把它摳掉就好了 我還沒有跟它噴氣 把它蓋起來 好 反正總之就是打上去的 基本上也是沒啥傷的 不過為了保鮮旗艦我們再打一次 我覺得我剛剛好像有點手滑 欸 看起來還依然是不痛不癢 它整體的結構看起來也是沒啥毛病 好 看起來基本上木棍應該是動不了這種正爆盾牌 好 接下來我們換 3 號挑戰者 沒錯 既然木頭的盾氣不行 那我們就用鐵的盾氣 狼頭來試試看 來喔 3 欸 不是我在說 我真的是第一次拿狼頭敲正爆盾牌 一般人根本就不會有這種機會吧 一般人最好也不要有這種機會啦 來 準備 3 2 1 欸 那個敲在去的手感好奇妙喔 我已經用力敲了喔 但是它好像把我的狼頭彈回來那種感覺 它是有一個彈鏡 感覺好像敲在什麼史萊姆磚上面 手感超有趣的 來 我要再敲一次 看一下 這邊 這除了被我打掉的剛剛噴上去那個漆之外 裡面這個 裡面這個應該是傷痕了吧 嗯 好像扣不掉 所以確實是對它造成了一些傷痕 也就是說盾氣如果夠硬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傷到這個盾牌的 不過拿這個鐵狼頭這樣敲敲敲敲 可能要敲很久才真的把它敲壞 所以呢 我覺得 3 號挑戰者鐵狼頭 算是有跟它打成平衆 那我們接下來進入4號挑戰者 OK 挑戰者來到第4號呢 我覺得盾氣已經沒有辦法奈何這個震爆盾牌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來試試看用銳氣 那首先要上場的呢 就是我之前製作過的這個 PVC竹槍 那上次出場的時候 對木盾牌造成了重傷害啊 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這個 我自己做出來的竹槍 到底能不能奈何這張震爆盾牌 來 3 2 1 PVC竹槍 震亡 啊 它居然震亡了 而且它震亡的這個口 其實 其實還滿漂亮的嘛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震爆盾牌受到的傷害 嗚呼 你看這樣 一條這樣子過去 欸 看起來好凶狠喔 這個傷害 等一下 這個是7還是跟剛剛的鈍氣 欸 是7 可惡 我還以為造成了跟剛剛這個一樣的那種傷害 欸 依然是7 所以我們是統進這裡了之後 把這邊的7 夾到這邊來 OK 好 所以呢 PVC之毛完敗 好不好 我們再來換5號選手 OK 那接下來的第5號選手也是一位 穿字型的攻擊手 而且它是一位遠距離的攻擊員 沒錯 就是我們的 98醬 啊 好久沒看到你的98醬 上桃 它會避免等下反彈打了眼鏡很危險 這次這個保護鏡一定要帶 OK 搖準 連射5發喔 3 2 1 3 2 1 3 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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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開槍打在上面的聲音聽起來真是 悅耳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受到的傷害到底如何 這個一顆一顆的應該就是打在上面的痕跡吧 表面的7被刮掉了 不過裡面基本上是那個防法不傷的 這個擦不掉欸 這一點 這一點擦不掉欸 喔喔喔喔 而且這裡你看 這個旁邊一圈真的是這樣子凹進去欸 哇塞 欸 所以這把card98吃在上面留下一點點傷痕了 沒錯欸 OK 所以呢 鎮爆盾牌雖然是擋住的攻擊 不過98醬確實是在上面留下了一點點痕跡 我覺得也很厲害的 一把我緊槍來說 好 那在見識過第5號選手 98醬的威力之後 接下來要上場的第6位選手 也是一位遠距離穿自行的攻擊手 而且這位選手在過去的挑戰中 不只打穿了木頓掌 甚至連在薇拉桑成長都可以留下傷痕 呵呵哈哈 沒錯 各位有在看我之前的影片的話就會知道 第6位挑戰者就是 我們的吹劍 吹劍這種東西在現代雖然說是一個禁忌的運動啦 不過它在古時候甚至在現在的某一些文化裡面 依然是被拿來當作武器跟打獵的用具 好 我們就離開來看看這個吹劍 對於鎮爆盾牌的效果到底如何吧 瞄準 3 2 1 欸 它把它彈開了欸 在薇拉桑跟木頓桑的測試當中 它是直接 就插上去欸 它這個字居然把它彈開了欸 再來多測試幾根看看 哇賽 各位 我剛剛連續吹了五六七根 一根都沒有上去欸 欸 這個 很明顯是 受傷了 雖然說它沒有上把 但是其實每一根 都 確實對它造成傷痕欸 尤其是這兩下你看 直接一個裂縫欸 這個已經不是摳不摳掉的問題了 這是我摸過去的時候 就可以感覺到它是凹下去的 吹劍雖然沒有訂到那個鎮爆盾牌上面去 但是確實的 對它造成了至今為止最大的傷害 OK 那麼見識完吹劍的威力之後咧 下一個要登場的選手 大家應該都已經非常清楚了 某方面而言 接下來要登場的這位選手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我頻道的某一個時期 沒錯 這位重量級的選手就是我們的 好 沒錯 我們又來到了熟悉的SAY公園 第三線中了 然後 先直接插在上面欸 欸 沒有貫穿欸 只是定在上面而已欸 後面如何 哎呦